大多数中国人在购买汽车的时候都会选择现代、本田等韩国和日本制造的价格适中的高端汽车 除了价格、质量也是买车的步路之一 质量更好的德国车太贵,价格便宜的国产车质量又比不上日本车 因此日本车在中国的销量一直很好,大街上很多常见的日本品牌汽车 不过日本车不发生事故还好,一旦出现与其他汽车相互碰撞的情况,日本车很容易被撞得稀烂 日本汽车品牌本田推出的CRV以它出众的发动机在消费者心目当中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印象 然而,根据消费者的使用反馈可以发现,这款本田CRV和广大日本车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车身薄,容易被撞烂 离下一位才将使用了多年的CRV新空换成本田CRV的杜先生 这在一起追尾事件中见识到了这辆CRV的巨大缺点 追尾事件发生在大概上午组点多,正是上班潮 因此路上的汽车很多,车与车之间的距离也是十分的近 杜先生正想变道,前面的奔驰C级突然就刹车了 很显然,来不及反应的杜先生,来不及刹车直接撞了上去 在追尾事件中,后面的车损毁了比前面车严重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杜先生的本田CRV损毁如此之严重 确实是让车主没有估计到的 首先是发生碰撞的车头整个都毁掉了 其次就是右侧的灯也碎了 最后是保险杠里的防撞梁都露出来了 而前面的德系车除了有点被撞的痕迹和保险杠被撞的有一点点凹进去之外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大碍了 或许车与车之间的质量确实体现在了价格上 不知道发生这次追尾事件后 杜先生日后买车还会倾心于日本车吗 还好此事发生时,辆车的速度都不是很快 因此也就没有对人员造成伤害 若是在辆车速度都相对快的同时 所产生的巨大撞击力造成的后果就不好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